第十二回 各位,上一次讲到宏治皇帝传子, 将伦民罪一案交给大理子严家审讯查久。 就在这个时候, 两旁的文武百官就走出了梁柱, 刘健,周南,杨一清, 谢迁,王守仁,陆委大臣一起跪下。 但是,由梁柱启就说, 启品万岁, 申科状元伦文罪, 为人正直, 忠孝然能, 才能够名扬天下。 国家有此奇楚, 正需要大用, 而今为何要无辜摧残呢? 人无缘引, 甘无足邪, 伦民罪, 还需要有少少的错失, 亦不主要压在天路, 交给大理子查够。 宏智王帝说, 众卿家有所不知, 论文罪, 本来深受孤王隆恩, 知他不思徒步, 却慈重生骄, 慈世横行, 在广东福建等地乱判疑案, 围捕私仇, 百般招访朝廷命官, 和地方时身, 还霸至民房民调, 施建府邸, 回乡拜祖的时候, 于人家二十里铺筹断路, 真是古今小有, 更大胆的是, 秘密蓄养谋事无夫, 勾结官吏, 行为不轨, 这个又有辩乱谋反之意, 这样的亦道, 杀一警霸, 又有何足色呢? 梁柱等人一听宏智皇帝这么说, 知道是赵士德搞鬼的, 立刻在启品话, 启品万岁, 凡事兼听之名, 偏听之暗, 此案不可以偏听一面之词, 必须证据确作, 才能够折服人心。 据神等所知, 论文罪乃是深重状元, 有何事可辞呢? 就是所判福建佛山几件案件, 亦正确无误, 大掌了良文志气, 事后亦有启奏朝廷, 至于说他回乡拜祖, 囚断铺路之事, 都是以此告解当地乡身, 今后要外护百姓, 况且实际上, 亦无用囚断铺路, 至于说他, 促养谋事无夫, 图谋反役, 皆无事实根据, 纯粹是门上众伤之语, 万望皇上名残, 勿听一些小人之言, 因为天下立言事, 为国家爱动量, 神等见论文罪一案, 实属冤枉, 千亦敢停身补奏, 望皇上名残, 宏志皇帝看见双方唇枪舌舌舰, 个心有点猶疑起来, 赵士德立刻启就说, 启品万岁, 论文罪此案是非曲折, 等审判后自有分晓, 现在不必理论, 交由大理子审讯, 是有子在先, 不宜更改, 广东已有三十六名苦主, 来经控告论文罪, 现在正在等候调用, 正所谓无风不起三尺狼, 望万岁名断, 这个时候宏志皇帝觉得左右为难, 如是周南看在眼里, 他提出会同国长赵士德, 大理子、正卿、 前仪命等人, 当庭陪审, 以示功韵, 宏志皇帝准走, 谁知赵士德装模作样, 突然间说身体不舒服要回家, 其实他与包司与包司业密谋对策, 包司业听了赵士德讲述今日早朝和梁柱论战的经过之后, 他掠着掠着杨威叔说 梁处周南这些人 路奸巨幻 比我们预料的 重要厉害 我们要用心对付才行 哎呀 你别这么慢吞吞说也行 快点想计策 你指点迷津啊包师爷 啊 不用急的赵大人 古语有云 车到山前就自有老 赵大人什么这么担忧呢 我早就有准备了 叫二和东五 请三座六名苦主 到堂前作证 事先就准备好几百名心腹武士 埋伏在途中 叫他们 装作是广东人口音 等这三十六名苦主经过的时候 突然间冲出来 说要跟伦民罪保守 他就将三十六名苦主 全部杀死了 再使人放放张中的来大理子报告 那个时候 赵大人 你就要装作 荆荆放放 跟着 你就要 吵起上来 说要罢审 然后又捨本入朝 就知皇上 说是梁柱周南这些人造贾心虚 只使人行凶杀害 这三十六名苦主进行灭口 另外 就请西宫娘娘从中摆布 挑动皇上 皇上必然大怒 这样就不用大理子开审 伦民罪 实死无生 况且梁柱周南这些人 也会受到追究 那么赵大人 你也不会露出马脚 未知 大人 你认为怎样呢 赵士德 钱如明听完之后 起上梅沙 大赞包师爷的计策 真是用这个孔明 跟着立刻吩咐人 依计而行 当日 由包师爷出面 到三十六名苦主的住地 报仇就受宠若惊 换死都为他们效劳 第二天一早 赵士德将一切都布置妥当 就通知周南去大理子 一起会审论 周南匆匆忙忙的赶到 赵士德当众宣布 各位 今天会审事关重要 为了防止 他担心了很久 还没见他们来到 过心有点奇怪 就问赵士德 就问赵士德 赵大人 国长大人 御史大人 事情不好 好了 被职奉命护送三十六名苦主 到堂前审讯 谁知走到途中 突然被百名大汉包围住 三十六名苦主 全部被杀 坐下来 赵士德 赵士德 前审命 装得大惊失色 不说 只还了得 何方人士 胆地如刺行空 快快出来 报告大人 那百几名大汉 全部是广东人口音 十分凶猛 是突然间在两边跳出来的 个个手执江都 大马三十六名苦主 枉作同乡 坐策为奸 陷害同乡状元 伦民罪 这样天地不容 所以要打抱不平 折杀这间人 为伦状元 报仇说恨 说完 手起刀落 将三十六名苦主 全部杀死 然后四山逃去 啊 赵士德 传如命 知道一切按计划进行 个心不敢暗暗欢喜 表面上我装得好气愤 立刻拍桌 说 嘿呀 反啊 作反啊 你帮逆贼 目无王法 串通了气 狗急跳唱 竟在我回审的时候 杀死正人 已达到 毁正灭口的阴谋 海阴险 毒辣 于是大人 今天有此意外 真是使老夫 痛心伤神 未知大人 你有何感慨呢 我看还是 未龙青歹徒 截杀正人之前 只好到鄰岸 宣布霸审 大人 你以为如何呢 那个周南 怎会知道 这个是阴谋 来自得的 就只好点头 摸他 于是赵士德 宣布 御审改期 赵士德 气冲冲 攻见 宏治皇帝 那个宏治皇帝 正和西公娘娘 喝酒作乐 突然间听闻 郭掌有急事启咒 就只好连忙召见话 哎 郭亲 今天你本应在大理寺 审进轮策一案 我又何会突然来见孤王 启咒皇上 大事不好 轮党诛策 串通一气 在京城光天化日之下 作反 宏治皇帝 大惊失色 立刻问如何作反 赵士德就将广东三十六名 证人在中途避杀的经过 详细说出例 宏治皇帝听完 龙岸大怒说 京城中地 境界深严 何方兇徒 竟敢如此放肆 杀证人灭口 借还了得 狗门提得 有否追究 主上名探 凡是此等兇徒 如果没有权势者 在暗中操纵 绝不会如此放肆 这帮带徒行空的时候 全部是广东人口音 声言要杀死这三十六名 苦主 是为了和同乡 伦民罪报仇 以防止证人在公堂上 所谓 但我又恐防上 人意宽埋 不肯 自知以罪 那么老臣 反而会遭到暗害 老卿家放心 孤王说他谋杀证人 认同反叛 他还需要有莫大功劳 孤王又欺容他反叛 而采取不治之利呢 老卿家你快快说出来 赵士登就说 主上 古语有话 物以累罪 人以群分 伦民罪一案 之所以累生之节 据老臣所料 仍然是那一班 称赞伦伦民罪 排斥流先开支人的所谓 虽知伦民罪 是文华殿大学士 梁处的同乡亲友 又是文冤各大学士 刘健的得意门生 平日更同御史周南 抚慰将军阳一清 兵部上司黄首人 太子少泉謝千等人 串通一气 这班人平时对论文罪 百般袒护 万般推送 现在轮策入獄 他们有如切腹之痛 怎么会就手旁观的呢 故此 今天难路杀死正人的事 不是一致这么浅了吗 他们的用意 就是想拖延审案 再施奸计来答够论文罪 万望皇上甲祖判断 以防奸策得情 弘治皇帝听赵士特这么说 过心不禁忧疑起来 他觉得赵士特所说的 虽然有几分道理 但是所提到的那些人 但是所提到的那些人 都是先帝 所重讯的大臣来的 而且一贯得意超张 怎么会结党刑司谋奸呢 他不禁沉思起来 赵士特已经察觉到 弘治皇帝内心在犹疑了 他立刻打眼色 被赵雪仙叫他出马了 赵雪仙会议了 就小小声对弘治皇帝说 主上 神有一个计策 未知主上 容不容我稳告 哦 外卿有什么妙计 你就直说无妨 神接觉这次 三十六人被杀 那么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不是梁柱这些人的指使 肯定是和伦文罪的案件 有关系的 伦策的原案 是阳奸杰党 逃谋反叛 这次居然在京师重地 也有人为他冒死泄分 哎呀 那以后一定有后患的 伦文罪 既然有种种罪状于前 又有谋杀证人的嫌疑在后 就可以处他以斩首之刑 还有 如果指杀伦文罪 而再不追究梁柱等人 那就可以震朝江 又可以看出主上的宽大 更可以压一压那个周南 和阳一清的气炎 使得他们觉醒 主上 这个叫做杀一景伯 以利天下长治久安 未知主上 龙义如何 宽治皇帝听完 哎呀 觉得西公娘娘这个计策 是大事化小 宽言得体的妙策 于是就甚为赞赏 即刻就降止 由赵士德 做伦文罪的监杀官 由传子到天牢 替伦文罪到刑场 后午时三刻行刑 各位 那究竟是伦文罪死不死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